空天烈金国不让须眉的范冰冰 正在热映的空战大片空天烈注定在中国的战争片史上留下能重的一笔,毕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战事如此全面的中国现代化空军面貌的大片,虽然雄性和耳蒙满满,却也洋溢助我军女兵的英姿 比如说在影片中由范冰冰饰演的女飞行员压力 空天烈中的压力与日场中的范冰冰其实有些相似都是那种大气果断又爽朗的存在 这个角色也是许久以来最接近范冰冰本我的一角 这一次不仅在电影的台前,而且在幕后也都能看到范冰冰的勤奋深映。 作为由男友李晨指导的影片,范冰冰次次是零片酬出演,不仅如此,还跟随剧组炮变全国路演,不遗余力的在自己的微博朋友圈推荐这部电影,所耗费的心力,完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再看空天烈中的压力,同样是人中龙凤,在几乎被男性所垄断的空军领域,压力凭借优秀的成绩,入选 大天狼空战精英大队,成为了一名直升级的驾驶员,虽然他不失粉带,素颜出镜,但却依然是空天烈中的一抹亮色,飒爽的短发,刚毅的眼神,何止一个帅,自所能形容,估计古代的花木兰,木桂英,梁洪玉等等女英雄,大概也是如此吧。 范冰冰在空天烈中的出演,给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她前期的营救人质,还是之后的泪流满面,有勇敢,有感动,隐忍而低调,却在表演的层面,更致力于真情的流露,相当走心。 回望范冰冰的演艺之路,从少女时代出演,还诸格格到去年平无不是潘金莲或蒋无数,期间的奋斗,大家有目共睹,而今在空天烈中收发自如的表演,莫不是举重若轻的收发自如。 范冰冰出演,空天烈的意义,不仅仅是有效调剂了影片的男女比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众多女兵们进行了欧歌。 虽然在绿色军营中大部分以男性为主,但女兵却在各个岗位上,同样奉献住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在一些男兵们无法企及的岗位,焕发出更强烈的光芒。 军营从来都不是男性的专利。 在空天烈的压力身上,我们看到了两种特质,其一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好胜好强,从来不具任何的威精于挑战,其二是在情感的细腻与思维的缜密之上,又胜过许多男兵,凸显出身为女兵的优势所在。 当然,影片对于压力的设定,也是很讲究,她的身上是钟弘扬珠一种正能量,她与李陈饰演的空军飞行员无敌之前的情感线,也是如有若无,若隐若现,引人入胜,却又不会让人感到会夺了故事线的风采,是整部影片的情感部分补充。 虽然战台风没有去统计,在压力之前,范冰冰出演过多少军旅的角色,但至少压力是她人生第一次饰演的女飞行员角色。 在这个抢手如林的霸天狼团队中,压力用自己的专业和努力,坚守住全天下女性的骄傲,如同幕后的范冰冰,从来大气端庄,充满阳光,由此被民间称为范妍。 也绝非空学来风,范冰冰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一名女演员的影响力与修养。